台股当过了12682的那一天 这个礼拜一 接下来又见到了13031 创历史新高 这个礼拜真的很精彩 因为大盘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 所以我大胆假设 应该多数也是这样了 所有的投资人多数是赚钱的 大概只有赚多 赚少的差别而已 所以既然您都是赚钱 我当然希望我是赚这么多 卖掉的时候是赚这么多 不希望我卖掉的时候是赚这么少 因此网友就提问了 我的停利 什么叫停利 我有赚钱 把它卖掉 叫做停利 如果可以卖到最刚好 赚最多值呢 赚最多钱 来 这个这是真实故事 网友说 之前他买了生计 标股 他没告诉我是哪一档 成本还算低的 最高的时候 他赚四到五倍 我告诉你还客气 有人赚九倍 最高赚四到五倍 但他没卖掉 成功大哥请上来 最近因为 标新高 又跌停板 最近杀到快要到 他自己的成本价 所以他在成本价附近 他就卖掉 终于卖掉了 少赚七位数 超过了百万 他就问了 教我如何停利 可以停在恰到好处 让我停利停到 不会太迈 不会过早 也不会太迟 让我可以赚最多 成人大哥请问 这样的神操作 做得到吗 当然做得到 我们在座各位应该都是 这方面的高耸 做得到 当然做得到 Yes 我们先停在这个问题 好 我们先讲 光这个 这个描述里面 就有两个大错误 什么两个大错误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赚了四五倍 但没卖掉 那为什么你不卖呢 这是第一个 你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好 干嘛要卖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错是 你少赚 譬如说你本来是这样 上去 赚了四五倍 现在要杀下来 因为快到你的成本区了 谁规定到成本区就要卖 那你为什么要卖 不是啊 到成本区我就了解 那为什么这里你不卖 这里你不卖 这里你都不卖 为什么到了成本区要卖 谁规定的 为什么你这里都不卖 为什么你要到成本区才卖 谁逼你的 怕而已 所以就是怕嘛 对啊 这里就是贪嘛 人性问题 高党贪 低党怕 所以这里我讲 跳脱货的原因就是这样 倩哥已经解释了 对 这边贪啦 想要这边贪嘛 这边怕 那你就犯了两个错误啦 散户为什么会赔钱 就这两个 就是太贪 贪跟怕 想要赚八倍 然后呢五倍没卖 然后来到了 跌到成本了 这规定你一定要卖 因为我怕呀就这样 所以我要克服贪跟怕 所以你只要克服贪跟怕 就可以做到这一些啦 但是有点难喔 对对对 我先讲大概念啦 好 当然我们会细节再继续讲嘛 所以我先只是讲大概 好 就是这样 好 开始教学囉 好 第一个 第一张 怎么样的状况是真的要挺立 真的要挺立啦 就是说我本来有赚 我要赶快走 第一个 当这张股票成为市场 瞩目的焦点 你说瞩目 台积电一天有什么 也在瞩目 对对 两百多块台积电也瞩目啊 四百块也瞩目啊 瞩目不是重点啦 那瞩目是一个 一个条件 但是呢 我再加其他的 好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平常在做研究 在看报纸 是 第一个你会看两大报 专业报嘛 那专业报 你的股票摆在哪个版面 这有差别啊 头版头最重要 对 如果你的股票 是台积电摆头版头 那也就罢了 如果你的股票不是台积电 可是也给你摆到头版头 那你觉得呢 很诡异 对嘛 就很诡异嘛 是不是 因为你的股票 本来就不是 大家就应该要知道的 可是他竟然还可以摆在头版 而且常常 那这代表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很多的 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杂志 对吧 有关于股票的杂志 有关于商业的杂志 股票的杂志 写股票那也就罢了 商业的杂志有规定要写股票 没有啊 可是如果商业的杂志 也写股票 而且写了很大篇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讯号 也怪怪的 对不对 好第三个就是说 当你发现 所有的人 你只要听到 在做股票的 都在买这个族群 那这个族群 不是就应该 你要去幻想一下 那谁在卖股票呢 大家都在聊天国议会 对对对 就像刚才刚才讲的天国议会 每个都在讲天国议会 而且呢 甚至前一阵子流行的话术是说 买这个天国议会的才是年轻人 买那些电子股叫老康康 老康康才买电子股啦 电脱头病啊 你看 对对对 你说这样有没有太过热 这就是要卖了嘛 好那你会说 我卖 每天就大家都讲那么好啊 对不对 譬如说合一啊 我这个权力金可以拿多少啦 未来又有哪个药可以得到什么三期临床 或是美国FDA 好像会可能啊 而且呢 这个如果通过真的会让他爆赚啊 那我这样全部卖掉是不是很可惜 那你就慢慢卖嘛 分批 对不对 所以这里讲的分批卖就是 譬如我有十张 我就先卖个两张 再看看状况再卖个两张 对不对 有的时候人很奇怪哦 你十张一张都不卖的时候 你是非常看好他 可是有的时候呢 你稍微放一点血 卖个两张卖个三张 有时候就发现卖也不错 有道理 对我剩五张 再卖个两张 还剩三张 要让自己学哦 你如果十张都抱着 我知道是什么心态 我全部都抱着 我就逼迫着自己相信 眼睛蒙着 他很好 他就是很赞 对你知道吗 当你卖掉一两张才发现到 你才能够接受他的负面讯号哦 就发现 其实 对啊 我卖个两张 不错耶 有道理 对不对 我可以换一只iPhone手机 再卖个两张 再卖个三张 我可以换一台车啦 对不对 你那个几位数的那个 帐上获利 可以把它实现 换句话说 你原来啊 太贪的 太贪的那个心态啊 但你尝试着分批 卖掉一两张 你太贪的心态 就会递减 所以我们这样是不是就把贪 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讲得真好 对不对 我们先解决到这个 好那我们先解决到怕 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 譬如说你遇到一个利空 你怕你的帐上获利 化为乌勇 对吧 譬如我本来七位数的 或六位数的互利 怎么一个利空让我不见 对吧 所以我一定要让一个东西来保护我 在这个东西保护我 如果没有发生 它就像买保险一样 如果没有发生 那我就继续赚啊 买个保障 对不对 那如果来到那边 那就当作我买保险 我就该该该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说 均线挺立 什么意思呢 因为均线大家都看得懂 对吧 均线在那个地方 那我的观念很简单 你当初你技术分析 你是用哪一条均线 当作你的进场位置的 挺立的时候 就是跌破那一条线的时候挺立 换句话说 我的均线进场出场 用哪条线 就是进出都看那条线 就看那条线 就这么简单 我当初譬如说 我是用十日线 突破十日线我去买的 那我告诉你 跌破十日线你就要走 讲得好 你管天下发生什么事情 跌破十日线你就要走 所以我如果用月线 就是进出都用月线 对对对 我就是进月线 我就是出月线 对吧 那我如果没有出月线 那我是不是就一直赚 当然一直赚赚赚赚到多少钱 我怎么知道 这条是月线 当我的股价突破的时候 我买它 但它没有破 它没有破一直在往上 灌破的那一天你再卖 不然就不要卖 就这样 就少赚一点点 跌破的少赚一点卖掉 这样你还会怕吗 不会不会 这样我是不是解决了贪跟怕了 讲得好 对吧 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来讲合一好了 好 合一 合一到现在 现在又颠倒了 现在变得是买不到了 你知道吗 这两天变得是买不到了 因为涨停板 不是不是 涨停板之外 它每20分钟 戳一次你还买不到 因为它分盘交易了啦 对对 所以现在变得买不到 好 那我们先不要讲买不到 我们先讲这里 就是说一档股票 从十几块到四百多块 而且在这个地方 就是天国议会四个字就出现了 对不对 大家就一直讲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是用我们刚才讲的方法 慢慢的放一点 所以我买在二十块的 合一 其实冲到四七六 我应该人家很热 我也不要管他 如果我有十张 可以先卖个两张 对啊 你从两张开始卖嘛 所以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这时候赚那么多倍 四五倍 你为什么 舍不得卖 不能太烫 而且我的经验很奇怪 人真的很奇怪 你有十张的 你当你卖的第一个两张以后 你后面的两张 两张两张 就自动就卖掉了 真的 就涨一下就卖一下 涨一下就卖一下 你就突然之间 有一天你就 我手上临持股 会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想 对我开始要 享用安心旅游 我要去度假 观众朋友 我告诉你 这是救你一命的最好方法 对 在创新高的时候 大家很乐观 麻烦你尝试的卖一两张 你就能够接受一些的 负面解读的 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些状况 就是说本来讨论股票的就算了 不该讨论的 也都在讨论大家都在讲 你坐边连去都在讲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要开始卖 还有一点 有一些的媒体 或者是杂志 平常都没有在聊的 突然间摆到头版 或摆到封面 我只说 有一时候 往往是一些主力大户 人家要出货 因为你有 你是十张 人家是十万张 好不好 对啊 不然在谈外星人的 谈政治的 突然都在谈股票 对啊 不然你怎么买得到 要不是借由这样一个 再炒上去的利多 众所皆知的利多 怎么可能他卖得掉呢 对 这就是炫哥常常讲的反市场 OK 大家一定要做到 好 我们来举下一档五票的意思 下一档五票的 郁金光 郁金光的意思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条 均线停损 好 你哪条线进 你就哪条线出 譬如说你当初买郁金光这里 整理很久 突破30日线 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那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 能赚我尽量赚 如果不小心跌破30日线 我就一定要停利 你就告诉自己 好那有没有停利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突然这一天停 你也不要管发生什么事 你也不要管什么 郭敏奇讲什么 就这天停利 好那你就赚这样 这点照自停 这就是你要赚 你看你赚这边到这边 你不要贪说 绝对要赚到这边 不可能 至少这边 掉下来有的时候 你还 这里也两百块 对啊 这五百到七百多 也两百多块 可是成文大哥我问一下 观众朋友你另外发现到 成文大哥是用 三十日线 你自己调都可以 我只是调一个比较中间的 你譬如说你是季线六十日线 你就用该讲的方式 我月线二十日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我就所以我说说你哪条线 季你就哪条线出 不是不是啊 有些是短线交易者 有些是中线 有些是长线 这个没有对不对 就是看你的性格 看你的属性 好接下来第二栏位 第二栏位是不适合停利 就我刚才跟你讲 就是你想停利 但其实不适合 那你为什么想停利呢 我跟你讲 还是那个是怕 怕 怕怎么样 怕怎么样 比如说第一个 国际大利空下跌 这时候你会不会怕你的股票爆跌 会啊 会不会本来赚钱被赔钱 那这时候你会不会卖 会 但通常这个时候都不适合卖 因为这个时候通常都会在创新高 所以当你怕的时候 未必是卖点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两三个月前 我们在讨论那个川普啊 对华为又又又又禁令 商务部又修改 那个更严格 有没有 那个时候全部的股票都死得 很难看电子股啊 你你回去看那个点 到现在哇 差多了 对啊 股价差多了 对不对 是不是都差错了 好我们再讲第二个时间有限 股价什么时候你会想卖 除了这个以外 有利空你想卖 我告诉你 还有一种时候你更想卖 大涨的时候 就对 就是我譬如说我买一档股票 我也没想到我突然赚那么多钱 你知道吗 一买下去 我一下赚30% 我一下赚50% 晚上都睡不着哦 对 我很怕这个 账上获利不见 对不对 就是说股价急涨 涨到 让我赚太多了 我怕获利回吐 这个时候我就很想卖 可是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卖 因为其实你是买到黑马股 你不知道 对哦 所以呢 我们来举个南电来 好吧 先讲南电是上面这个 就遇到国际利空大 比如说我们看五月中旬 五月中旬 就这里嘛 这里就是华为被制裁 当时很多人讲说 因为南电那个时候 不是有一些5G用的PCB吗 这边是三月哦 对 所有法人都在砍 然后股价崩跌 你看那个时候三十八块七 过了几个月以后 基本上是一百零三 所以你看 遇到真正的利空的时候 大家很恐慌 那时候其实是不要卖的 你就卖到这一点 因为那个叫心里面利空 国际利空 其实都是心里面利空 他都影响你的心理 他有时候针对南电在打吗 没有 他是针对华为在打 是你想太多了 好 差不多一下2454年发扣 我来看一下 三十天的均线 哇 我如果突破的时候 三十天均线 在这边买 你到现在是不用听力的 对耶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我讲联发科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买联发科 我本来想说 大牛股 稳稳渐渐 当成股足 对不对 我一年赚二十八就好 结果呢 我一个礼拜就赚二十八 对啊 对不对 联发科在标 一个礼拜就赚二十八 那你会怎么想 赶快赶快赶掉 不然呢 到时候跌下怎么办 结果呢 你就会卖太早 所以呢 时间帮我拉长一点点 也就是像这种 大家通常觉得股本很大的大型股 对 我涨很多了 赚 因为我是突破了三十一线 在这边买它 对 我赚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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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卖哦 因为近是这条线 没破这条线也不要卖哦 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卖与不卖 不是你心中所想 而是你要有规则 那我刚才已经给各位规则了 你按照那个规则 没有跌破你干嘛卖呢 好 感谢陈龙大哥 非常谢谢您来 先请回座了 超级赞的 回到第一页 我开始跟大家结论了 因为网友就问了一个 有没有办法我停力停在最大纸 停的不会太早 不会太晚 然后让我赚最多 从大哥竟然说 做得到 所以怎么做得到 你只要把两个字给踢掉 一 不要贪 第二 不要怕 但是不要贪跟不要怕 怎么样 一定要停力的 拜托这种 就是停力两条件 哪个 我觉得我赚到了 想要停力 想要卖 不能卖错 你还可以赚更多 两大条件 这些都是举例教学 今天成龙大哥教的很仔细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了 因为最难的就是卖了 对不对 买我钱很多 买得很贵 你管我 但是会卖的才是高手 成龙大哥高手 教会您 希望也成为股市操作的高手 交个结论 掌握到了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来看 就像炫哥说的 3400亿 现在还叫做危险量吗 炫哥说不再是了 这个量恐怕还不够 因为要一路均争 但是炫哥的看法 不知道贯州认不认同 因为贯州说 我们让证据来说话吧 从以前到现在 2020的此刻 到底以前到现在 长线 头部价量的时候 往外出现什么的讯号 来告诉您 现在这个怕还是不怕呢